好,我們看小吃生手四 他說呢,這個問題啊 他三個數列呢,數列三個元素呢 乘等比 那我們要把x算出來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使用我們剛才學過的 所謂的等比中項 什麼是等比中項呢? 也就是說中間這一項-6x 中間這一項-6x 它其實是什麼? 它是左邊這個3-x 乘以右邊這個-6x加36 然後把它開根號 把它開根號 但是呢,你要加正負 其實都無所謂了齁 今天呢,我們要把這個根號給去掉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左邊把它平方 而右邊呢,也把它平方齁 那我們可以得到呢,左邊是 36x平方 右邊這個正負,因為平方的關係 通通都不見了,那我們把中間的 這個把它乘開,因為根號呢 又去掉了齁,所以我們乘開來 稍微劃減一下-18x 加 108 加6x平方-36x 那我們把它劃減一下 30x平 加上54x 減掉108 等於0 那當然可以做一下約分啦齁 應該可以約掉6倍 所以呢,約6的話 5x平,加上69 54x-616 68 48等於0 那我們可以用十字交成囉 怎麼樣搭配 怎麼樣搭配 6,3 3515 15-6,剛好是9 好,所以這邊是 搭配負號 這邊搭配正號 於是呢,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5x-6 乘以x加3 好,會等於0 那你可以得到呢,x是 5分之6 或者是呢,x等於-3 那當然你很明顯啦 這個答案一定不對 為什麼不對 看一下題目 x為整數 所以你要取的是x等於-3 所以這個x等於-3 就是我這題的正確答案 那當然啦,你說老師 我用等比中向算也可以 那我有沒有別的辦法 當然有啊 其實你不用刻意要去記 什麼等比中向公式啊 因為所謂的等比數列 你照它的定義去做 什麼是定義 一個數列 它怎麼樣能稱作等比 如何的數列能稱作等比 後向 除以前向 都相等嘛 所以今天我們把這個後向 去除以前向 它會等於什麼 它會等於後面的這個人 去除以前面的這個人嘛 -6x加36 除以-6x 那你就可以藉由怎麼樣 你可以藉由加大相乘 一樣可以把x算出來 我相信答案一定也是x-3 好不好 你也可以這樣做 你不一定都要使用等比中向的一個公式